不知公主召下官来 甚至我聚婚了 聚婚 那陛下有没有把她怎么样啊 阿爷没问怎么样 阿爷就是 省了很多补品 补品 还给你 我不是让你扔了吗 虽然只是一颗珍珠 但毕竟是那只海拔用血肉孕育出来的 丢掉它可惜了 我要嫁人了 恭喜 你狠走运 我不打女人 珍珠看着呢 你大哥真厉害 阿爷取消次婚的打算了 大哥也是牺牲很大的 陆琪故意把消息传人出去 现在长安那些权贵子弟 个个见了大哥都是一脸同情 可把大哥给愚闷坏了 不管你大哥怎么 我们两个算是遇过天晴了 你大哥那边是 疼不疼 疼 好不好玩 盛楚慕 我胜够了 我腿臭筋了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真臭筋了动不了了 救我 蛮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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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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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 帮你毁了我呀 你干什么 帮你毁了我呀 我们亲了 上橱货 我们亲过了 啊